时间进入2月下旬,中国东北渐渐冰雪消融,近日处于中俄交界地带的吉林昏春静信师弟迎来首批北归燕群。 专家表示,今年燕群返回的时间略早于常年。 静信师弟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狼道之一,每年春秋两季,有数十万只大雁在此停歇觅食, 为漫长的迁徙之路积蓄力量,这也是他们北归之旅在中国停留的最后一战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人类活动减少,燕群靠近村落觅食,昆春静信镇周边的田地依然覆盖着积雪, 春风过处,旧年的芦苇飘荡,在洁白与金黄之中,灰色的大雁隐藏其中。 早春的燕鸣清脆而幽远,沉寂了整个冬天的湿地逐步恢复生机, 田地的草蟹、残粮是他们的主要食物,若不是通过摄影师的长焦镜头, 人们几乎无法清晰地看到他们觅食的场景。 新南的鸟类迁徙在我们昏春已经开始, 到目前为止我们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, 白尾海雕、虎头海雕以及秃鹫都有发现, 那么大雁也相继小数量的这几天也有发现。 除了大雁以外,白尾海雕、虎头海雕、秃鹫、 海鸥等珍稀鸟类也来到静信湿地觅食。 一时间,这片沃土上带有白鸟争鸣之事, 静信湿地位于长白山三宫集团所辖重点归有林区中, 该林区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65.7万公顷, 域内拥有吉林省于八成陆生野生动物物种, 是吉林省动植物重点保护区域。 近期,长白山三宫集团进一步扩大了林区一线 巡护监测覆盖范围, 并联合昏春森林公安局等部门设置了212个巡护看守点, 累计出动1565人次对重点区域进行检查。 目前,尚未发现一员一病情况。